中国十大最丑建筑之一,耗资两个亿,模仿鸟巢却被网友吐槽像鸡窝。 今天小编带大家来聊聊被评为中国最丑建筑之一的合肥美术馆,这座美术馆造型非常奇特,普通的民众很难理解它的审美内涵,因此有不少人根据这种奇特的造型,把合肥美术馆称为鸡窝。 我们都知道合肥是安徽省省会,长三角城市群副中心,它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,如今是一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城市。 合肥美术馆也叫做合肥国际创新展示馆,位于安徽省合肥市方兴大道与广西路交叉口西北角。 该美术馆坐落于唐溪河畔,占地约262亩,总投资1.88亿元,建筑始建于2007年,主要包括主体建筑、艺术广场以及绿化景观。 合肥美术馆是由深圳著名设计师孟建民先生设计的,据他透露,美术馆的设计灵感最初来源于民间的儿童游戏棒,长短步一的干键通过搭接、组合,产生富有张力的抽象形式。 而这些金属干长的有74米,短的有47米,它们乱向自由交叉,从空中俯瞰就像一个刚开始修建的鸟巢。 说到鸟巢,想必大家一定会想到位于首都奥林匹克公园的鸟巢,它早已成为北京的一座地标性建筑,甚至由网友这么吐槽,和肥美术馆想要模仿鸟巢,没想到最终建成了鸡窝,这当然是是网友之间的相互调侃之词。 合肥美术馆的设计风格比较深奥,很难被大多数的游客所理解,从外观上看它们都会觉得乱糟糟的,有点像是不会搭潮的鸟乱建起来的窝,又像是一堆架起来即将燃烧的木柴。 在金属杆交叉的棚罩之间,安装的都是玻璃木墙,由于金属杆摆放造型各异,每一块玻璃的尺寸也不一样,整个美术馆共使用了5000多块不同的玻璃,看完这座高难度审美的美术馆,你是怎么想的呢? 感谢观看